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7点15分 我刚刚要从酒店checkout 开始今天的齐行 checkout 我刚刚从酒店出来 红山湾的有一个景点 既然来到这里就一定要去看看一下了 看了之后呢 在开始北上 现在呢 我是从大陆 挽进去了一个小路 可是有一条狗在那边 我最怕狗 要追我 不只有一条狗 有很多条狗 没有事 差不多要到了 希望是有开了 这里是这些砂死路 所以就牵脚车进去 这里应该不会收门票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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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车是不能够进去的 所以就停靠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这个电话一定要拿 就放在这里吧 很漂亮哦 在我左手边呢 就是南 River 在我右手边呢 就是Pink River 南 River和Pink River的交叉点 两条河 撞在一起 变成一条河 就是梅南河 Chau Praya River So 这个是一个Nakon Sawan的 著名的景点 来到这里 一定要来这里打卡一下 来爬一爬 这个建筑物里面的楼梯 这里还通出来的 这里应该是有的坐船的 付费坐船吧 Hu Tung-Tung-Chau Praya River 就是梅南河吧 竟然是没有山洞 里面的楼梯 啊 其中一年 central river 超出去的 今天要骑85公里 从这里纳康沙湾 骑到campaign pad 纳康沙湾中文名 应该是叫着北揽坡府 现在是8点钟 之前我有提到 为什么我会选择在这里出发 骑去清迈 原因是因为去年 我也是来泰国骑行 从曼谷骑行到清迈 可是当骑到 Singburi那边的时候 我就摔车了 右脚受伤 流了很多血 脚受伤了之后 在半路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 就一直骑到 这个地方 硬扛了 100公里之后 脚越来越痛 所以我就选择 取消了我的骑行 所以今年我是特地回来这里报仇的 从我跌倒的地方 我停的地方 再重新骑过 骑到清迈 这个是叫做要报一件之仇 前面又有狗 骑这种小路就很悠闲自在 没有车 可是呢 我最怕野狗 一只不用紧 有时候是一堆 还好 没有追我 一从小路出来 就是塞车 要赶快逃离这里 要赶快逃离这里 哇喽 红绿灯坏了 看到那个招牌那边写 是Camping Pad吗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Camping Pad 刚亨迪 骑了20分钟 才从市区里面 骑出来这个大路 这个泰国的主要公路 都有这个路间 Road Shoulder 骑在这个路间这里呢 就感觉到比较安全 而且路间是很宽的 走到翻路这里应该是整20多公里 停下来吃早餐 叫了一份鸡饭来吃 50泰铢的鸡饭 给我吃个金瓜 还有点汤 喝碗汤 这条highway 今天并不是很热 而且旁边还有一些树荫 虽然其实还蛮顺畅的 现在是 10点44分 刚才骑了一半才发觉到我的 背包没有拿 我的护照都在里面 现在呢 骑回头路 希望在我吃饭的地方可以找到 假如找不到 或者是个人拿了就 护照也在里面 头果不堪设想 我骑了十来公里才发觉到 为什么我的背包这么轻呢 没有 我放在帽子里 这个帽子 我的帽子里 on speak tai ha camping pat camping pat unk up 终于拿到我的背包 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 刚才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 假如真的是背包被人拿了 护照在里面 我怎么办呢 整个行程就完蛋了 走了冤枉路可是不用紧 再多走一些冤枉路也没有问题 最重要是能够拿回我的背包 谢谢谢提 这针火塔 这针金色的火塔 我都已经看了三次了 我现在来到了 现在是 12点40分 天气有太阳是怕几天 可是没有我省下中的热 现在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我还是吃一吃饭才走 已经没有力了 要吃午餐了 这里吃东西奇怪 要买个奔的 五十五泰鱼 五十五泰鱼 加了一碗排骨汤 还有一盘饭 五十五泰鱼 刚才在路旁看到有一个sign 说这里是camping area 我在这里看看 是不是啊看到吗 它有那个sign camping area的sign 进去看看 假如这里可以camping 我就不住宾馆了 原来这里是highway depot 五十五泰鱼 你去哪里? 是这个camping? 可以睡一晚? 可以 我可以去哪里?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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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 可以 可以 好 好 好 很好 那个人 这里的负责人说没有问题 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可以camp 我就来这里看看 可以在这里炸营 可以在这里炸营 还有桌子 找一个好地方 就在这里吧 有椅子 有桌子 还有厕所 漂亮 真的是太巧了吧 就在我刚刚要抵达 那个我要住的宾馆呢 它的旁边呢 就有一间 叫做 Klong Klong Highway Depot 泰国的highway depot呢 是可以给人家 休息 过夜 你要在这里露营也可以 你看 这里有 toilet 厕所 有水 刚才我还跑去跟那个负责人说 这里可不可以 拿 死水 他就免费了给我一瓶 矿泉水 他还只给我看在他的office那边 还有 两包那个矿泉水 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拿 今晚上呢 我就会在这里 扎营 这里还有电源 可以just你的手机 可以 刚才在便利店呢 买了这个tuna 还有这个面包 本来是想买那种四方四方的 可是他没有那种 就买这个 这个croissant 点这个tuna来吃吧 等一下晚上二再出去吃 哇 这些鸡看到我吃 面包和tuna 直接那么跑掉了 刚才全部围过来 很危险 要看着我的食物 要不然他会跳上来吃我的食物 来了来了 你看这些鸡 全部都在等着我 给他们食物 这些是跑地鸡 早得盖 本来呢 就想把帐篷搭在这里 可是刚才那个负责人说呢 随便那里也可以 那边也可以 你看这里也比较干净是吗 而且不怕下雨 也没有什么蚊子 虫啊之类的 今天本来是要骑个85公里 可是因为呢 骑了一些冤枉路 所以呢就变成114公里